我不是,我不是那个角色 你太有了 来,那个 Veronica Veronica 诶,怎么这么吵 谁这么吵?你家有孩子呗,怎么这么吵 不是 我家没孩子 我听你家孩子喊的事 那都 没事,我不介意那个都多大岁出来 咱那,咱那干啥 不不不 是这样,今天也是 我是想问一下 现在美国经济到底 因为我是赌美金 做外贸的,然后 最近是在 那个 做外贸的,美国经济现在 怎么说呢,他 从之前的这个 全球的所谓的这个低谷 恢复,他因为他开的算早的嘛 开放的算早的,然后 恢复的情况,理论上来讲 其实,实话实说 客观说,再朝着 好的方向去,但是这个数字 有点杯水车薪了 方向是正的,对 但是这个有点杯水车薪了 那我被踩上来了 对,有点 好像不错 对,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 你看美联储利率嘛 这是一个 国家 国家的利率 美联储这种利率之下 它是不可能 刺激经济增长的 你明白吧 就是大家都在通过 通货膨胀不断 稀释吧 他唯独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算是 比较好一点的事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穷人他不觉得 这个事怎么着 工资涨了 对吧 你兜里一分没有 这一月挣多少花多少的工资涨了 但是这个 通货膨胀嘛 对不对 对,因为我是现在做的客户主要 还是 还有一点就是 关于美金的购买力 其实我是可以说一点的 你有什么想法 你是在美国生活 还是 什么情况 不不不 我没有去过 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 但是 我做外贸很多年 那比如说 他们最爱拍的 Dollar General 或者是 Dollar Tree 这些客户 我们都有做 Dollar Tree 我还给Dollar Tree 怎么打工呢 对 Dollar Tree 也是我们要做的 还有那个 99C 1990 那这些 为什么他们的单价低呢 因为他们的数量 就是说他们单件的数量 可以达到十几万件 所以说他们会压缩我们这些供应商的价格 而且美国这些三超的经营模式跟我们国内的是不一样 它的集中采购嘛 你不管走美东还是美西 它都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可以下到十几万件 然后而且我们只要是出DG的东西的话 那质量是肯定不保证的 我在里面工作过 你做哪一类啊 小商品呢 还是说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是主要出比如像陶瓷 杯子啊 这些工艺品类的 这些 这些有啥质量什么问题 你说白了做完了 杯子做个杯子不漏水 得了吧 还有什么质量问题 不不不 对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Casco也做 那DG我们也做 但是出的品质是肯定不一样的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一分钱一分货嘛 人家拿出来卖卖一块钱 那你还你还指望人家给你做什么景态 对对对 但是他们不是 不是很多人不是为了显示美国物价的低 他们就 就爱拍这些吗 但是他们不会去对比说 你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 走哪里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美国道路税 你要知道我原来 我原来在道路税 我上过班 我干过还正经 其实要是时间上来算 还干过两个月 还不是干一天两天 他的受众群体不一样 但是他的受众群体不一样 就是美国这边之前有个梗 就是说 就是那个时候 就一说什么东西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嘛 就是在好久之前闹的 中国制造这个梗 不是很多人 最开始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甚至 直到13年14年的时候 大家提及这个Made in China 还是属于像在笑话一样 在笑话你就是 你这东西应该是Made in China 对吧 他如果坏了的话 然后当时出了一个什么梗呢 大概 大概得有16年17年的时候 有个这么梗 就是说那些还在嘲笑 就是美国这边自己 出来的这么一个言论 就是你在还在 如果你还在嘲笑Made in China 的话 你可以尝试离开一元店 尝试离开Dollar Trade 就是那意思 你再说中国制造不好的话 你就 你先看看你是不是 买了一元店的东西了 就开始尝试 离开那些地方 去买一个其他东西 因为一元店里面的购物人群 我当时干活干活的时候 是在一个老外的这个区域 当然也不能说是 特别好的一个区域吧 就是老外很正常的一个生活区 没有什么华人的这个区域 那个区里面基本上 我还甚至一度以为这是个黑人区 就是基本上好多黑人的 一半以上都是黑人区 而这个街区上面 你去其他饭店也好 怎么着 没有那么多黑人 那是不是 我当时就想过这个事 是不是意味着 等于黑人这些 比较愿意去这个区 其实是说白了比较穷的人 愿意去 我当时分不清 什么是老沫 什么是老美 我认为只要不是黑人就是白人 我当时分不清 这些DT跟DGD我们都是连价店 所以说 因为他们不一样 给我们的价格 所以那个质量是肯定不行 但是他们不会去对比这些 那Casco 跟沃尔玛的价格会好一些 沃尔玛的价格会好一些 那反正经济 未来经济这东西 你看看呗 他们现在在开放的这个旅游签 这个旅游团前说白了 也是在试图拉动这个旅游经济 未来来讲的话 从业者该挣钱挣钱 但是整个它国情上来讲 可就一般了 美联储利息破5了 对吧 你老百姓利息破7了 是 现在我们美金汇率虽然说 对到7点多 但是 没订单 这个汇率 再涨 跌在我们也没主用 这个订单这个东西 你要想拓展市场 能接下你这个量的可不多 你们都十万件什么这种 启定的这种不多 本地 你本地没有业务本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跟那个 就是很多是只跟中间上做 比如像Costco这些 我们也只能跟Importer去做 有中间上 有中间上就行了 严格严格上点新品呗 上新品或者扩点新的渠道 卖东西 你们不做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你们不做那种旅游 旅游景点的那种 比如说定制的吗 但是我们因为那个是我们分细 细分的很 就比如说我现在主向的是 礼品类跟花园类的 就比如说你们买的那些 比如像Costco的话 我们以前也出过那种圣诞的 Costco的量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价格很好 我们出过一个 我们出产价都要出到40美金 到30美金左右的东西 它Costco可以给到8万件 嗯 对8万那不少那不少 但是我 你没听明白我意思 我结合前面说的 就是现在旅游业 它在尝试拉动嘛 对不对 尝试复苏旅游业 但是就是说 然后你在旅游业周边 卖的景点 景点这些卖的这些杯子 他们一般都买Mark Bay 对吧 那有没有 对Mark Bay 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卖啊 你眼一眼就上点新品 抓点先机嘛 我的意思是 对吧 哦 这个我知道就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说 美国的这个现代基地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去 是的 因为我朋友有让我要去看美国的展 就是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展 或者是达拉斯的一些 就是美国国内的展 本来经典的可能要去 但是后面也是真的有问题 没有去 嗯 有展应该去去啊 你现在甚至这个旅游 旅游 我这不是开发大团签 你们自己出来考察 考察市场溜的溜的不好吗 自己看看吧 感谢日记者 对对 就是 今年三八年的时候还不好签嘛 所以说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 开了自己出来看了 不用问自己出来上那种 我们各个旅游景点的地方 对刚开了 对 刚开了 是不是 嗯 没什么呢 是是是是 对 所以说我在想 因为我现在主要还是做欧洲的 美线的站少一点 所以说想问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看美国的继续 嗯 你问大楼他知道个什么 他个开餐馆的 你问他 我今天抢他俩泥粉了 你都知道吗 帮着他踢我还是 嗯 没事 他不懂事 不懂事 那个全 全子不懂事 他用了这被踢了 没事 哈哈哈哈 自己出来看看 我上的时间太多 我真的有点索色 没事 没事 我建议你自己出来看看 不要问别人 小马过河一个人一个人看法 就算他整体经济不行 因为你看后面还有世界杯呢 对不对 那如果旅游也好的话 那你就把重心往那个 你就把重心往那个 纪念品呢 这些店里面放 如果他本地老性生活都好 你就往那个日常店里面放 没有 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子线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 接触的这些国外的买手的线 比如说跟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他还是采购日用或者是花园类的 这个线多 花园类一直都是万斤油 美国这地方这个住的房子家家门口 都强制要求的 这什么什么喷头也好 啥也罢的 这都是万斤油的行业 这没问题 对对对 那我 对对对 我们做的是偏花园装饰类的 像花盆跟那个奥特曼茨 或者是Planetan这些东西 啊 啊 这 这 竞争力很强 这我妈 我妈为了一个买 我妈为了买一个 咱们国内产那种大的花盆 那腰一样那么粗 那大花盆 必须得找中国人地方买 老外那地方一个这么单独一个大的花盆 卖40 塑料吧 40刀 塑料的 40刀 大花盆 当然不是这么小 就是得有将近 直径得有将近 我估计得有七八十厘米 六七十厘米至少的 大的那个花盆 那很贵 三十九和九毛九吗 是是 那个在那个 Home Depot有卖的呀 对不对 Home Depot我们以前也做 但是Home Depot的量 它不会像它什么那么大 嗯 那这个这个 反正你自己 你是做的东西 你作为源头经销商 你自己过来 考试考试市场 看看吧 对吧 好 好吧 如果说是 对 谢谢 好了 人家问问咋的了 人家问问你们 破啥房啊 你没说没说大王来玩啊 你一听这也不像说大王的人啊